当中有109人出席 109个人赞成 成功了送出修宪案 预计最快在年底交付公民复决 这也是我国史上首次交付公民复决的修宪案 但是门槛相当高 必须要有965万以上同意票 如果顺利闯关 未来年满18岁的国民 依法可以享有选举与被选举权